大家好,我是大姐! 我的周围有很多会讲日本的台湾人 他们的程度有高有低 从知识者到讲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的人 我有听过很多日本学习着的日本 所以有发现很多人常常说的不太好的日本 不是文法,也不是中英,很简单的两件事 因为很简单,所以大家从明天 对,从今天可以改参哦 那就开始哦 大家跟日本朋友聊天的时候 这样很普通的聊天,但是大家有发现吗? あなたは我想介绍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尽量不要说あなた 因为日本人真的不会说あなた 我也没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过あなた 以前有介绍过关于あなた的影片 如果你想更了解这件事的话,去看一下 日本人通常用对方的名字 或者是不说主持 日文的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 不说主持也可以沟通 但是当然可以说あなた 尤其是刚开始学日文的人 就算你常说あなた 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但是你的程度很高 大概N3以上的程度的话 可以开始尝试不说あなた 第二个是我最想要 告诉大家的一件事 昨天晚上何を食べた? Macでビックマック食べてよ 蛤? 大家不可以跟日本人说 蛤? 拜托 真的很多台湾人常常说 蛤? 甚至有N1的人也常常说 蛤? 这个蛤? 是超级不好的意思 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的意思 我也知道台湾人习惯说蛤? 也知道完全没有不好的意思 知道是知道 不过我被说的时候 每次就感到很难过 不管怎么样的语气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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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行 很温柔的说 蛤? 也不行 那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 诶? 或是 嗯? 诶? 如果有不知道台湾人习惯说蛤? 的日本人 他也许会生气 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不要说蛤? 不说 不说 あなた的话 不学也可以 但是 不可以说 蛤? 一定要学好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按赞分享 加订阅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真的觉得 这两件事 真的很重要 大家不要说 哈 哦 哦